花园芳香植物完结篇来了 霍香 全猪都具有药草香味 霍香不仅可以入药 也可以制作香水 花期六到九月 花朵淡蓝紫色 一簇簇蓝紫色的猫尾巴 在庭院静静的绽放 散发着独特的幽香 结香 开花时无业 花瓣明黄色 十分亮眼 花语是喜结莲芝 据说 如果你想在梦中 见到某个人 可以在结香树前许愿 摘下结香花 连睡前放在枕下 那个人就会出现在你的梦中 碎花母精 也叫树状薰衣草 花期七到八月 开出来的蓝紫色花朵很漂亮 点缀在院子中十分素雅 耐寒性很好 北方的院子也可以种植 桂花 小编有幸在南方的学校读过书 一道桂花开花的季鞋 校园整个飘散着清新的香味 桂花耐高温 最低能耐零下时三摄氏度低温 北方的小伙伴只能盆栽了 茉莉 在古代没有香水 小女子们便去向茉莉借香 茉莉花期五到八月 从花朵散发出来的香味很清新舒畅 茉莉不耐寒 零下三摄氏度会冻伤 有研究证明 芳香花园有助于精神舒缓 快在花园里安排起来 从此就能告别茉莉啦 袁小家 您身边的造元专家